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都知道,草原上生活的很多动物 因为特点比较明确,所以都有着很多可爱的外号 这天草原一哥在出门的时候 却不小心在这家伙手上断送了小命 到底是何方甚圣 一欢因为性格十分的刚烈 经常一言不合就跟别人发生战斗 所以就被称为是草原平头一哥 甚至平头一哥的人生最优秘就是 不是在打架,就是在找人打架的路上 但是这天平头哥出门的时候 却突然葬送了自己的小命 并且将平头哥制服的这名杀手 体型并没有特别的庞大 他是伸手矫健的花豹 因为花豹的伸手太过矫健 所以最后平头哥在闭上眼睛的时候 还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